今天凯尔特人4比1击败独行侠夺得了2324赛季的NBA总冠军 杰伦布朗他不愧是凯尔特人的乔丹 尽管对着的皮鹏塔独姆 无偿比赛只发挥了一场 投了最多的篮打了最多的铁 五战结束合计98投38中 命中率只有38.8% 但是已经足够了 你不能要求皮鹏带队前进 他能做好防守工作并减轻布朗的持球压力 已应是一个合格的球队副手 债杰伦卡尔特人兵多见广 霍拉迪白底军强得可怕 31岁的霍夫德略显自认 但38岁一致巅峰 布朗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队友们都在给他提供支持 博尔金吉斯也是带着重伤付出 所以这场搜冠战 尽管新科FMVP的个人进攻略显挣扎 可是他密不透空的防守 孜孜不倦的拼抢篮板 以及频频为队友创造机会 可谓是表现非常全面 最终斩获总决赛MVP 真的是实质名归 我给布朗贵了 他的表现确实是征服了我 当球队二当家频频打铁的时候 正是由于他定海神针般的发挥 才让球队建立起了3比0的优势 而失败的一方独性侠 年轻的领袖 这个联盟最好的球员之一 卢卡东奇奇 他的第一次终结赛之旅 也是完美无缺的 唯一的缺憾是 他在几乎赛的丧病 今天 他的膝盖又往外渗血了 这导致他不能在防守端 投入太多的精力 只能将更多的力气留给进攻端 以支持球队贫瘠的进攻 最终无常比赛下来 他的表现 可以说是这轮系列赛最好的球员 场均砍下29.2分 8.8板 5.6助攻 如果总结赛MVP 不是必须在赢家里面选 他才是那个真正的MVP 他的得分 甚至比对面的MVP高了9.2分 独行侠虽败 但是他可以站着离开 而且不要忘了 今年的冬季期 也不过只有25岁而已 比对面的当家球星不了 还小了两岁 年轻 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 偶尔在总结赛的迷失 让冬季期体验了整轮的独木难支 他不是一个竖家 因为 虽败 尤荣 就25岁之前取得的荣誉而言 他已经是历史上最优秀的那几个人了 休仔期 就看独行侠的管理层 怎样给他寻找更多的帮手了 当小哈达味的薪水 比对面的白地还要高的时候 这样的队伍是真的很难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